水貨擾盤 水貨擾盤 政府無農 政府無農 水貨擾盤 非常之可恥 每一個長商的人 因為內地開始春運 很多人要回去鄉下過年 所以這個星期 我們相信是水貨的活動高峰期 我們多次在區議會立法會 和政府反映 要求他們去打擊 非法的水貨活動 維持上水我們北區的安寧 但是政府一正是致虐網民 現在連近碎晚 水貨問題更加是雪上加傷 所以我們一班 上水北區的居民 已經忍無可忍 決定出來抗議政府無農 讓水貨問題不斷惡化下去 我們要求的是一連八行 如果是一連八行 對香港的經濟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香港 旅遊業佔香港的經濟很大的比重 林卓廷他是立法會議員 如果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是不是應該要在立法會裡面 和政府拿一些議題出來商討 而不是在街頭那裡 在那兒 軍掛我們兩地的矛盾 拉我們民族的仇憾呢 海外圍 透露 上山 天 和家